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周芳 今天我带了一个看似非常庞大 但其实非常具体的话题到了现场 我想如果我问中华文明是什么 大家脑海里面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是我们思想层面的人意理智性 还是说我们食物层面的一记一旨 不论如何吧 五千年的不断齐累 其实中华文明已经被我们用文字的形式 记录在了史记当中 或者是以食物的形式被留存下来 成为我们案头的一本书 我们手中的一支毛笔 我们聆听的一段戏曲 也是我们回望的一段城墙 但是是不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些 就已经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全部了呢 作为一名水下纪录片的工作者 也是一名水下摄影师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看到的水下文明 其实在2016年之前吧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海外记录和拍摄 我特别喜欢鲨鱼 做了13部和鲨鱼有关的海洋纪录片 但是我在全球记录和行走的时候呢 经常被问到的并不是 中国水下有没有鲨鱼 他们总是问我中国水下有什么 我想我和很多人最初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觉得中国水下既没有鲨鱼 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记录的 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问我自己 中国有着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有着全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水溪网络 我们的水下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直到2017年 我到北极去记录北冰洋的海底世界 完成了一次近乎极限的挑战 我对自己感到挺骄傲的 但是几个俄罗斯的教练过来问我 他说你知道釜仙湖吗 我们在那创造了一个高海拔的深度记录 而且釜仙湖的水下有一个古城 那一刻我被重重地打击了 是的 那是我们自己所熟悉的土壤 也是我自己身边脚下所流淌的水域 但是作为一个雪下纪录片的专业工作人员 我却一无所知 所以曾经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那个问题 又出现了 中国水下有什么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 我决定停止在国外记录的步伐 回到中国去记录我们自己的水下世界 所以呢 釜仙湖成了我在中国水下探索的起点 很多人知道釜仙湖在云南 是我们中国最大的高原深水湖泊 但这些年让釜仙湖深名远外的 除了它的大它的美 还有它有很多神秘的传说 俄罗斯项链口中的水下古城 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就有人说水下发现了金字塔 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图腾 而且渔民也一直说釜仙湖的湖底 有海马海怪男师女师等等的 所以釜仙湖成了一个被传说所包围的神秘的湖泊 为了找到釜仙湖的答案 从2017年开始 我潜入釜仙湖的湖底 多次进行探索记录 但是高原湖泊的水下非常的寒冷 而且能见度比较低 跟海外根本没有办法相抵 我也没有看到我期待当中的水下的这种神秘的景观 所以我也一度地怀疑我自己 是不是传说它就只是一个传说 直到2018年 我在釜仙湖的湖底的一个乱石堆当中 找到了这样一个类似金字塔的层级结构 大概有五到六层的层级 每一层都是由条块切割 非常整齐的石块堆积而成 而且在这些乱石堆当中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很多的小石块上 都会有大拇指大小的圆形的孔洞 那么这些孔洞是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 我在湖底取样 把它带到了中科院地质物理研究所做鉴定 那么科学家发现在这些孔洞当中 有木屑存在 那么他们经过推测 说应该是当年各个族群聚会的时候 族人用来插族旗的 可是湖底的实质建筑群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我联系了 云南师范大学的高原湖泊研究的团队 这个团队一直在做浮仙湖的湖底湖面的研究 团队的领队人是张虎才教授 他是国内高原湖泊研究的领军人物 也是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人物之一 那么我跟随他们一直在做湖底的调研 我也把我在湖底所记录的水下的影像资料提供给了他们做研究的依据 直到2019年的时候 张虎才教授给了浮仙湖水下古城一个真实的身份 其实在湖底这个大型的实质建筑群 存在大型的实质建筑群有2.4平方公里 这2.4平方公里的实质建筑群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人类的遗迹 早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有人类生活的 到距今3000年的时候 由于湖面的上升 人类慢慢的往高处迁移 直到距今2300年的时候 湖水完全的把这个实质建筑群淹没 也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样一个水下的奇观 这也是浮仙湖的身份和年代首次公布于众 这样的一个结果 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因为我在浮仙湖的水下 找到了另外一个维度的中华文明 浮仙湖的水下的实质建筑群 它的年代 其实和陆地的三星堆的文明遗迹处于同一个时期 它们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组成了一个立体而完整的文明体系 对中国水下文明的认知全新的拓展 带给我了很大的信心 然后我开始在国内继续去寻找这些水下的文明遗迹 我想把更多的文明遗迹能够呈现给大家 所以呢我又有了一个特别的想法 我在想中国的水下会不会有亚特兰蒂斯 很多人知道亚特兰蒂斯其实是一个曾经高度文明的国度 但是呢被淹没在了大西洋的水下 但实际上它只是传说当中的 人类对海洋的一种幻想 寄予了我们人类希望跨越水平面 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当中的一个美好的祈愿 在现实当中其实无迹可寻 但是在中国的水下 我们找到了真实可寻的亚特兰蒂斯 它就在浙江的千岛湖 在浙江的千岛湖水下有两座古城 施城和赫城 早在汉唐年间的时候 它们就已经耸立在了我们的中原大地之上 存在了上千年 直到1959年 因为修建新安江水电站 被淹没在千岛湖的水下 成为了千岛湖的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 跟着这个视频 去感受一下这个神秘的水下古城 这是我在千岛湖水下三十多米的深度 找到的一座牌坊 这座牌坊的名字叫结效坊 牌坊背后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 故事的女主人是师臣的一个奇女子王氏 王氏呢 他因为恪求理智首节尽效 所以呢 被扬州之府上表给了朝廷 乾隆当时有感王氏的忠贞之德 所以特赐了这个结效牌坊 设立于乾隆四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1777年的时候 在尸城的北门之外 这座牌坊呢 也是目前在中国水下 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砖墙结构牌坊 也是中国传统的四大牌坊之一 贞结道德牌坊 这些牌坊背后 它的故事 它的文字 所体现的这种古牙礼教的思想 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文明最核心的道德礼仪 那么随后在尸城的水下 我们陆续的还开展了很多的探索 但是至今我仍然没有办法忘记 我当时找到尸城结效坊的那一刻 我内心所带来的巨大的震撼 我记得那是深冬十二月份的时候 湖水特别的冷 然后水下能见度也不高 我们用了三天的时间在水下探索 然后无数次的和这个牌坊擦肩而过 都没有办法找到 直到第四天的时候 当我用我自己手中的手电筒的灯光 照亮了远处一个威武的龙头出现的时候 甚至两个字赫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哇 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呼吸了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黑暗的湖底 瞬间就被我们璀璨的中华文明所点亮了 我那一刻的感受超过了我在全世界任何其他水域的感受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在这之后我们在诗城的水下还找到了龙章坊 结校坊这些实质建筑的牌坊 然后还有一些随着城镇一起淹没到湖底的民间的习俗 像五足马三角戏 这些都随着我们的探索慢慢的被沉建了 在千岛湖的水下 五百多座古代的路亭 一百一十五座古桥 十三座祠堂 十座寺庙 和全长两千米的碎安的城墙 以及无数的民宅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水下 亚特兰蒂斯 这些探索和发现 给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 也让我为中国水下的文明而骄傲而自豪 但是与这种骄傲和自豪相伴而生的 其实是我内心的担忧 因为大部分的水下文明遗迹都不被大家所知晓 所以它能够被发掘和保护的几率就更难了 2019年我在福建平潭 九粮交一号沉船遗址 记录这个沉船的时候 这是一艘明代中后期的沉船 都已经被盗捞一空了 散落在海床上 剩下的这些瓷器也已经是支离破碎 在冰冷的海底显得格外的凄凉 那么之后我在中国的广东 福建海南以及西沙等等的海域 也记录了很多的沉船遗址 那么无论是这些精美的瓷器 还是说我们那些沉重的武器 甚至是一些精致的雕刻石雕 它们其实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 都为我们考古学家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而且共同见证了中国曾经高度繁荣的 这种海上贸易的变迁 但是中国学校考古其实只有30年的历史 在南海 紧南海这个区域 粗略的估计在海底就有超过2000艘的沉船 但是被我们发掘和保护起来的 却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绝大部分的沉船以及船载物 都已经被大海洗涤 被人为的盗捞所剩无几了 所以我开始思考 我们如何守护这一片宝贵的文明的遗迹 除了国家建立保护区进行发掘和保护 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是否有能力 为这篇水下的文明遗迹做些什么 在中国水下探索的这些年 我遇到了很多普通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着这一片文明 平潭的小林是在福建水域 跟国家水下考古中心十年的时间 一直在守护着这片海域 不让海底的船载物被盗捞 也就是说不让那些瓷器被买卖被偷盗 而千岛湖的张老 他自己的家园 以及随着千岛湖被淹没在了湖底 但是他凭着他自己儿时的记忆 花了十年的时间绘制了 还原了诗城的这张原貌图 目前挂在诗城的江家镇诗城博物馆 退休之后 张老一直在四处的奔走 去寻找他以前的乡林 去收集地方戏 因为他告诉我 他不希望这些宝贵的文化的遗迹 随着湖水的淹没而从此消失 还有这个湖底的建筑 山平水带的建筑 它的名字叫于庆堂 它的主人是许牛 许老 许老一直用画画和文字的方式 把自己对家乡的记忆收录到了 淳安的县值当中 他对家乡对自己的旧宅无比的怀念 他也帮助我 在我进行水下记录和探索的过程当中 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资讯 让我去记录和还原以前房屋的旧贸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 最后一天 我再次下到这个民宅 去记录他家的旧宅的时候 许老悄悄地把我叫过来跟我说 周芳你能不能够到我们家的屋顶上 帮我拿一块我家的瓦片 我想留一个念想 我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下到水下之后 我也真的到屋顶 帮许老去拿这个瓦片 可是当这张瓦片拿起来的那一瞬间 我后悔了 沉寂了六十年的尘土 尘埃 在我的面前灰飞烟灭 以我肉眼可见的速度脱离了这个屋顶 变得与环境格格不入 仿佛在提醒我 对历史和文明的一种守护 不应该只是一种占有 出水之后 我和徐老非常遗憾地交流了我的想法 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 所以他有他的归属 然后他有他现在的 现在的那个 一切顺其自然吧 对 是的 一切顺其自然吧 虽然我没有办法 兑现我对一位老人的承诺 但我相信 我有能力去继续去发现和探索 更多掩埋在中国水下的文明 我也可以通过我的相机和我的纪录片 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 这些淹没在水下的文明 我也相信 每一个普通的人 都有能力成为中国水下文明的参与者 和守护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的探索 科研团队的研究和你们的传播 我相信我们能 我们一定能够交织成一张网络 共同来守护 淹没在中国水下的文明 将来有一天 如果有人问你们同样的问题 中国水下有什么 我希望你们能够骄傲地告诉他们 在水下 有着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 谢谢 谢谢